紅色高年時期 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不幸罹難 百萬人顛配流離搶著頭難 跟家人因此分散 用別的案例多到數不清 就在金邊大屠殺四十週年之際 電視節目展開尋人計畫 要幫助這些在逃難期間 失散的家人再度重逢 過了好一陣子的搜索 詩人節目還真的幫她 找到了分散四十年的親妹妹 節目當中還播放 在逃難期間同樣失蹤的母親 舊影片 讓兩姐妹當場哭紅了眼 但沒想到下一秒奇蹟出現 認識她的聲音 李說她是我的媽媽 然後導演問 你想要見你的媽媽嗎 姐妹倆哭紅雙眼不敢相信 以為在逃難中過世的媽媽 突然從觀眾席走上台 姐妹倆和母親奇蹟式重逢 三個人在台上緊緊相擁 放聲大哭 淚崩團圓的感人故事 登上CNN新聞版面 在金邊大屠殺四十週年 更讓人感到心酸 記者真一聲綜合報導